《法輪功》 我想問一下 其實是法輪功今年犯了21週 可不可以講一下你對法輪功的認識是怎樣 我想這樣 我們越了解得多中共的歷史 我們越了解得多 我們就是壓迫者深受中共的迫害 法輪功作為其中一個團體 其實21年來是一直堅持他們的信念 在香港一路發展 同一時間 是繼續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個模範 就是我們一定要堅持這樣 是和極權鬥長命 是長期拼搏 才可以有一個出路在這裡 我們見到法輪功的學員其實在中國大陸 其實是飽受迫害 就好像中世紀歐洲的女巫那樣 而當我們見到這些其實 是在國際社會上已經有極大的迴響 歐洲、美國其實是不斷地制裁這些 迫害法輪功的學員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真真正正做得到這些 去年反送中之後 很多人就說 開始了解了法輪功正常 以前覺得法輪功講的東西 可能很不關自己的事 甚至有些懷疑不顧責起功 但去年你自己是不是感過了 反送中運動之後 令到香港市民更加會了解多一點 我想這個就是源於中國的政治 而它自己是類似一個王朝那樣的政治 宮廷的鬥爭、宮廷的政治永遠都是黑暗 還有就是封閉 我們更加是要透過法輪功的系統等等 是希望可以了解得到 中共內部的一些運作 從而我們香港人可以自如、 松容這樣去應對 那現在《國安法》殺到 很多人都覺得害怕 包括最近剛剛歐羅選都說 除了他的初選 你怎麼看就是面對這個 中共會打壓 其實香港民眾他們怎麼去抗爭 法輪功的21年的抗爭 對他們有什麼啟示呢 我想這個正正就是突顯出 長期抗爭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們看到我們後面的法輪功街站 依然在那裡惹難 我們香港人正正就是要以此為榜樣 一直是長期抗爭 無畏無懼 多謝你們 謝謝你們